对于香港学生和市民持续多日的民主抗争运动 有舆论认为 这场运动类似1989年北京学运在线 让中共领导班子是左右为难 既不能过于严厉打压也无法马上结束 那么到底北京当局将如何应对呢 我们一起来听听有关专家的分析 香港发动占领中环行动 各界人士可谓一呼百应 警察虽然试图强力驱离 不过越来越多的院校和各界民众 仍持续涌入抗争队伍 不少人想起25年前春夏之交的北京六四学运 尽管香港此次抗争规模和波及范围都有所不同 但学生的诉求与当局的对应 从实质上有着惊人的相似 9月29号 英国广播公司BBC中文网刊文 北京会否面对香港的1989 文章提到 89年的学运因北京当局动用坦克军队弹压 戴然而止 香港街头抗议的学生 也让那些曾经看到北京如何对付学生的人感到担心 处于紧张状态的香港 是否会触发北京的暴力镇压呢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分析 中共当局一旦认为必要 完全有可能像25年前一样 使用鹤枪实弹对付抗议者 他们的唯一的一个政治诉求 就是要维持今天的这个一党专制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那我觉得北京呢 他不惜采取最坏的这些打算呢 不应该掏出目前北京已经发出的这个声音 和已经那个显现的这个逻辑之外 但中国自身法学专家赵远明认为 尽管北京一时态度强硬 也不太可能出现类似1989年那种大屠杀 因为北京一旦采取镇压措施 和平抗争的香港学生会暂时退避 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28号发表声明 谴责占领中环是非法集会 并强硬指出中共人大的决定不容挑战 29号中共喉舌新华社呼吁惩治 所谓的战中幕后元凶 中国民主大学校长前六四学生唐柏乔表示 香港学生和市民是世界上最理智 最和平的抗疫群体之一 他们没有向警察做出任何挑衅行为 香港政府却反派防暴警察施暴 才会导致战中行动遍地开花 现在秩序非常好 只是说谈话了一部分交通者 这是原来战中行动 本来之意就是要彷徨交通 然后逼迫使香港当局和中共当局 做出回应 兑现全体香港人的承诺 29号有媒体报道说 梁振英和中共港澳领导小组组长张德江等人 28号晚向北京当局提议 要武力镇压战中运动 但没有获得习近平的同意 29号环球时报再次刊文 鼓动派出武警镇压战中 但文章很快被移除 美国中文杂志中国事务总编辑武藩分析 在香港问题上 习近平和另一派系有分歧 那些提议武力镇压的人 是想借机把习近平轰下台 赵远明认为 面对香港民众抗暴的勇气 以及全球的关注和各国政府的声援 中共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危机 但如果强力镇压 必将彻底瘫痪香港 毁掉香港 因此他建议北京对香港的应对 让香港局势缓和的第一步 就是让梁振英下台